近日,美国陆军在华人聚居的蒙特利公园市举行庆祝鼠年活动,蒙市市议员陈赞兴与该招募处负责人联系后,特别邀请各华人媒体出席特别活动,让媒体以及民众有机会深入了解美国陆军的文化、生活、机会以及美国陆军招募的具体要求、福利、权利和义务。 活动中,美国陆军代表向来宾介绍了美军的生活方式,让民众更加了解陆军招募的具体要求,以及相关福利、权利和义务。 以真实的案例讲述真实的生活状态,并回答民众的提问。 三年前,韩小姐移民到美国,自身英语不是很好,找工作也不容易,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职界所看到有征兵的信息,就去询问。 得知参加美军不需要什么工作经验,也不需要什么文化水平的证明。 参加后,军队会进行培训,在培训的过程中开始享受军人的待遇,有工资,可以享受医疗福利,家人也可享受。 同时在军队中,陆军还会资助你去上学,他觉得这是在美国非常好的开始,同时也是一份很有荣誉感的工作。 在了解基本情况,并和家人商量过后,他决定参军。 韩小姐刚刚结束她在军队的训练,并与现场嘉宾做了分享。 她表示,美军的训练没有想象的那么难,更不会像有人说的是地狱式的训练,整个训练是安全的。 她介绍,训练的第一个星期,教练会介绍军队的各种政策,比如平等机会,避免歧视,以及防范性骚扰的政策。 训练过程中也照顾到英语不好的因素,以对普通人的要求,循序渐进地进行训练。 训练中以团队为单位,队中成员会互相帮助,这让她的语言得到了提升,同时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。 在基础训练结束后,她就正式成为一名军人,开始按照所选专业进行具体培训,同时享受正常周末及国家法定假期的休假。 她表示,军队里很公平,没有歧视,只要努力,大家都能看到。她也因此获得了好成绩的嘉奖。 最后,韩小姐表示,参军真的没有那么难,只要努力,你一定会成功。 Tricy的儿子和女儿都参加了美国陆军,其中女儿的军队基础训练已经结束,目前正在接受专业培训。 儿子是在UC Riverside读书一年后,决定加入美国陆军。 目前正在接受陆军基础训练。 其实她们入部队,我的女儿,她其实开始心里是蛮有害怕巨感的,没有那么难的。 她现在已经毕业basic training了,因为她觉得,当时她连setup,就是做,让我起座,可能只能做了一个两个,我还帮她training,她都过了。 所以说,基本上,她们还是蛮,也就是说,很人道,很有,有,就是有纪律的,不会说让你,让你很过,就是很痛苦的,很可怕的东西。 Tricy介绍,参军后,儿子会得到美国陆军为他支付上学的费用。 同时,每个月还会有收入,条件相对很不错。 她也强调,军队很人性化,不像外界认为的很困难,很可怕。 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报道。